那咱们普通的消费者 在买芒果的时候要如何挑选呢 我们也请来了专家教您辨别 在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 广西芒果两种培育中心饮种基地里 一百多个品种的芒果坠满之头 其中就包括了第一批上市的台农一号 台农一号就是比较甜 一般不会在树上有成熟的 所以芒果首先就是我们要看 它厚熟过后的果 它果皮是不是皱 因为果皮皱的果它嫩 嫩的话糖度它不够 我们吃的口感就非常差 咱们在购买芒果时 也会发现有一些芒果穿着豹纹 或者是身上有花斑 被称为豹纹果 奴役专家说了 这芒果身上的豹纹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常见的是芒果碳居病 也有可能是果皮晒伤 或者是姜叶留痕 能不能食用需要分情况 你在买的时候 有时候你用手轻轻按一下 那个部分按得特别软松 基本上里面可能都已经是坏果了 所以这种果也不能选 黑斑坏一般它是碳居病斑 如果它病斑比较小 然后它又在表皮没有轻软到里面的话 在厚熟以后它是可以食用 在那边有什么 所以这种果皮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